你的择偶标准为何? 究竟暧昧多久才能告白呢? 一个个问题与观赏者互动 同时进行数据搜集 很多互动 就很多展览都没有这些互动 可以更认识自己吧 因为它有很多的提问 或是一些各种类型的标签 你可以从标签中寻找 可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 然后从中去更认识自己 或是更理性思考一下 或是感性思考一下自己 对感情的看法 六大互动观展的展区 相当吸引人 无论你的感情正处于什么阶段 走进爱情有无进展 研究约会攻略 应该可以走出自己的爱情进展 在IG上面看到很多朋友推荐说 蛮值得来的 所以就来看这个展览 他们说就很有趣 然后有一些互动展 那展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互动的游戏 让你不会只是来单纯的看展而已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不管你是单身 有情人 还是你在寻找 各种各式样的人 都很适合来逛爱情有无进展 进 进 进 爱情指引不只靠科学分析 更要给你来自信仰的加持力量 策展单位与文明侠儿的台北峡海城隍庙合作 邀请月老进驻坐镇 透过东方爱神月老给你加持 那展场里面提到的月老信仰 我们有跟台北峡海城隍庙的月老座合作 所以在2月14号情人节以及3月14号 月老神尊会来到现场 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月老祈求爱情 在松山文创园区 南向制烟工厂整出的爱情有无进展 带领观众一同参与寻找现代爱情的样貌 透过互动与情境的展示 大数据研究分析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为所有的观众提供爱情指引解惑 这档展览一直到3月26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展 记者张启腾 蔡小军采访报道